今次想說一個概念是如何量度GDP GDP即是本地生產總值 我們先看定義,有兩件事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用地區做單位 在地區所有常駐生產單位 例如國家或地方所有的工廠做出來的貨物或服務 例如香港的GDP我不懂畫,香港的地圖大約是這樣的 這個地方裏面所有的公司做出來的常駐生產單位 即是提供生產或者服務的單位做出來的東西 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它的單位是總值 即是用錢來計算的 因為每個地方生產的貨物或服務都可能不同 可能做什麼金、椒、吉拉里、鹿油 那怎樣比較,沒辦法 我們變成總值 即是價值1000元的貨物在當年做出來 這樣就可以比較了 如果做國際之間的比較 我們更加用一個共同的單位 通常就是美元 沒問題的話,接著我們看看實際的計算 GDP 簡單來說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生產面 生產面即是直接到生產單位 例如一些公司、工廠裏面 計算他們的貨物或服務的要素成本 即是他們做一些貨物和服務 究竟用了多少成本 要注意是包括利潤的 如果問過這些公司 他們做的貨物價值100元 計算所有成本包括利潤 理論上賣出去的市價應該都是100元 所以同學不要誤會 不是計算兩樣東西 都是同一樣東西 生產面即是直接計算公司做出來的貨物的總值 支出面就是這些貨物賣出去的話 是同樣的貨物來的 應該都是賣到這麼多錢 不過看回PathTaper 有時候兩個數會出現不同 在什麼情況下會這樣? 同學可以不可以想一下 明明我做出來計算利潤 加上是100元 但賣出去的市價竟然是120元 那多了那20元是什麼? 我們說多了那20元叫做間接稅 所以究竟這件貨物是值100元還是120元? 題目會說明的 如果生產要數計算是100元 如果用市價計算的話 就要加上20元接稅會比較貴 現實生活的例子就是煙草 如果一包煙是沒有稅的話 大約是成本30元 但是加上煙草稅的話 現在市價賣90元 即是有60元其實是稅 那你看看一包煙 究竟是成本計算還是用市價計算 其實都是說同一包煙 那有沒有可能一個貨物做出來是100元 但賣出去市價是80元? 有沒有同學想到的情況? 那欠了那20元是什麼? 為什麼賣出去會便宜些? 答案就是便宜了那20元就是津貼了 香港現實生活都有例子 例如政府的醫療服務 可能你給支付的市價是100元 但其實呢 真的計算成本的話 可能要1000元 大家都知道 那些醫療設備 醫生人工很貴的 但你付出市價就是100元 那當中的900元就是津貼了 那就是醫療服務 用市價計算就是100元 但是用成本計可能是1000元 那考試會講明的會用哪種計算 那我們回到第一種計算方法 就叫做生產面 同學還記得嗎? 即是說在地區裏面 所有的生產單位 計算他們生產貨物的價值 那表面上好像很簡單 但是計算上有些問題 我給一個例子同學先 好了請看以下的例子 假設整個地方或者國家 只有兩間廠 卵廠 車輪 就做了200元的貨物 車廠 就做了1000元的貨物 那當年生產的 總值是多少 即是GDP 那答案不是加起來的1200元 而是只不過是1000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發覺 車廠的1000元裡面 已經包含了200元的車輪 你全部加了的話 我們會出一個問題 就叫做重複計算 那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會用一種方法 就叫做增值法 增值法的意思 就是說不屬於你的部分 麻煩你減出來 例如 車輪廠做了200元的貨物 有沒有不是你的部分 沒有 即是說那些200元 其實真是你的生產 再問回車廠的部分 你雖然做了1000元的貨物 你雖然做了1000元的貨物 但是呢 有沒有不是屬於你的部分 哦 不是啊 200元是在第二間廠買的 好了 不是屬於你的東西 我們選出來 其實真是屬於車廠的生產 只不過是值800元的 總之你做的東西 再減回不是你的部分 為什麼要減呢? 會在另一間廠去計算的 減完之後呢 就真是屬於你的價值了 好了 將車輪廠的部分 加上車廠的生產 其實最後得出正確答案 都是1000元的 好了 所以為什麼這種計算方法 有個名叫增值面 即是每間廠做的東西 再減回不屬於它的部分 才是屬於它的貢獻 我們看看Parse Paper的例子 看看Parse Paper 其實都是考AMC的 同學可以定定的畫面 看看會不會做這一題 好 再來一次什麼叫生產面計算法 即是走到這個地區 問生產單位 他們做了多少事情 我們首先要決定 有什麼生產單位 在這一題裡面 好了 屬於生產的 應該我highlight了 有這三個部分 然後我們再計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的價值 將它加起來 就是它 就是GDP 好 第一個進口箱 它雖然做出來的東西有400元 但留意 當中有200元不是屬於它的 我們要選出來 剩下200元才是它的貢獻 然後問一下農民做了多少 其實同學看到嗎 其實它是做了600元的東西賣出去 有50元的東西都是它生產的 不過賣不出 所以其實它有沒有不是它的東西 沒有 即是全部都是它生產的 所以它的貢獻就是650元 好 到最後計超市的生產 它其實做了1200元的東西和500元的東西 賣了給不同的人 但是留意了 剛剛說了 那些1200元呢 當中是包括有稅的 但是呢 題目要說要成本計算 所以呢 應該是不包這100元的 所以它的生產 賣出去其實是1100元 1200元是市價 但是成本扣回100元的稅 應該只不過是1100元而已 另外500元啦 還記不記得要選不是屬於它的東西 有兩筆不是它生產的 選出來 那所以真正屬於超市的貢獻 應該是600元 那最後呢 我們將這個三個數加起來 答案呢 應該就是1450了 那所以答案呢 應該是B4BOY 那我們再看多一題 同學試一下 停了畫面 看看自己是否懂得計 好了 用回我們的方法 首先先決定 有幾多個本地的生產單位 好了 真的做事的公司或者廠商呢 那我圈了 應該有三個的 他們負責生產的 然後就計算這三個單位 他們做了多少 好了 原料箱做了60元的貨 好了 有沒有不是屬於它自己 沒有所以不用減 好 全部都是它的貢獻 好跟著 好了 智能電話機製造商 它賣出的或者做出來的貨物呢 是460 加100 好了 好了 減回不屬於它的 減回60元 所以它的貢獻 應該是500元 好最後一個 好了 它做出來的東西 雖然是640元 但留意這個是市價的 但題目要求是用成本計算 所以應該要減回40元的稅 所以其實它做的東西 應該是600元而已 希望同學還記得 例如一包煙 它的市價和成本的分別 就是撐了稅 好了 雖然做了600元 用成本計算的東西 減回不是它的貢獻 減460 好了 還有一個未知數 X 所以應該就是 140-X 好了 那麼三個單位 加上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全部加進去 總產值應該是700-X 而題目就說 這個數應該就是等於560 於是推斷X應該就是等於140 所以答案就是C 來多一次 三個單位做出來的東西 總共獻是560 所以 未知數X就是140 我們先走了 我們先走了